花藝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巡海莉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你們的節目是 CIOC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 來了 今天要來假孤車 不是 假孤車真秤流量 沒有想到了吧 我們也是認識我們的丁特特哥的 小詩汽車頻道的 大家好 對 為什麼會蹭到這邊來 我怎麼認識丁特的 我們其實也算初次見面 但是感覺很面熟 我們到底是什麼認識的 去年就是遇到了一點 事業的波折 就是我養戰隊 然後賠了很多錢 然後那個時候 小詩就說要情意相挺 支持台灣的電競戰隊 小詩說打爆韓國對不對 對 我看 二話不說 那個 韓國 一年贊助金直接打款過來 我們正常贊助商都怎麼樣 就是那個分期 一季付款一次 還有一整年結束再付款 可以分期是不是 原來可以分期 結果他直接打款過來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們上一集 才開箱韓國車 然後這一集 哇 我們支持打爆韓國戰隊 是什麼鬼東西啊 沒有啦 不一樣的事情 那個一個是產品 那個一個是禁忌 我的頻道向來都是照妖鏡 參加過我頻道 通常都會發生一些事情 沒錯 然後戰隊馬上就解散 戰隊馬上就解散 沒有解散是好事 我也覺得 如果戰隊沒解散 今天沒有這集 對 因為戰隊解散 才有閒錢換車 哈哈哈哈 不然戰隊每年都燒五百一千萬 很痛耶 對啊 如果今天我贊助了 然後戰隊沒解散 然後我贊助了 丁特要換法拉利 欸 這樣怪怪的 欸 對 我會覺得我贊助的錢 跑去哪裡了 哈哈哈哈 感覺這個解散之後啊 他好像如釋重負 真的 睡覺都突然睡得很好 好像我覺得這個 養個戰隊 跟我們養個公司一樣 其實壓力也是蠻大的 確實 而且你公司可能還有賺錢的時候 戰隊看不到賺錢的時候 我認真講 是不是都在哭窮啊 跟你們這些老闆一樣 沒有 不是哭窮 館長一樣 每天在那裡 要叫人家賭內那種 是真的在賠錢 養電競戰隊是世界工人的 都是在賠錢的 真的假的 其實電競戰隊 絕大多數都是大企業的行銷預算來養 就像是什麼統一啊 什麼樂天養棒什麼樣 就拿行銷預算去掃 不然就是一些副二代的玩具 就副二代利用錢來養戰隊 因為副二代自己也愛打電動 可是問題是 你們都說不賺錢賠錢 可是又住大房子又開楷門 你叫我怎麼聽得下去咧 這些是發生在養戰隊之前 養戰隊之前 對 你看好養的戰隊之後 一台車都沒換過 然後你看好戰隊一解散 馬上就有錢可以換 馬上就可以換了 對不對 沒騙人 沒有 所以這個 我們還是要跟這個年輕的朋友講 這個電競這個行業 還能不能玩 這個我們還是要跟 電競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萬中選一啊 萬中選一 不是常常聽過什麼 你是萬中選一的武林器材 對 練武器材 電競真的要這樣子 你來一萬個有9999個 是浪費青春浪費時間的 所以電競我覺得本身啊 我認為還是當作娛樂 它本質還是娛樂 那你如果在娛樂的過程中 發現自己很有天分 很有興趣很強 再考慮去打職業 還是可以 不然不要痴心妄想 不然多半都是 不小心就去關了 不是啦不能講 不能講不行 那個跟騎跟電競 那個跟那個沒關係 沒有關係 那是人的問題 對對對 你不是人的問題 反正就是 天分跟努力都有 腳步沒辦法打擦 因為有些人會把電競當成是一個 陶學的工具 陶學的藉口 對對對 他其實心裡不是想要打電競 他只是覺得打電動是一個 不足足的好藉口 其實要分辨清楚 這個很重要 對 所以其實各行各業都一樣啦 天分跟努力 然後不要當作藉口 我當初也是一邊 讀完大學學業 一邊進職業隊的 都是能夠顧全 就是用業餘的時間去訓練 然後練得覺得 欸 好像真的可以 再進職業隊 不要直接放棄學業 其實當初的初衷是想說 取之於電競 用之於電競 對啦 所以我把在電競啊 實況產業賺的錢 再投資回去 他自己要過生活啊 對啦 養戰隊算是我個人的興趣啦 個人的夢想 就是拿錢投資自己夢想 他自己應該是也貼了不少進去啦 好不好 不過後來呢 他戰隊解散 二話不說啊 全部的款又退回來 那我就覺得說 欸 其實丁特的這個個性啊 也是一個清清楚楚的 對啦 就是我們事情要就做好 啊做不好就一毛都不拿 對 其實他大可說 啊這個就 沒辦法啊 那個市場環境因素啊 弄不弄不弄 啊可能沒有全數退還啊 或是什麼 我其實都 都不覺得有什麼意外或什麼 但是他就是全款就退回來 你是希望我們可以打爆韓國 打爆韓國就是要出國嘛 對 他們連出國都沒有 就是 算是辜負你期待 我也比較不好意思啊 其實我也是想說 這個去有沒有 本來就是肉包子打工 狗一來可以抵點稅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來重點好不好 還是要順便 我們聊了很久都還沒聊到重點 不是啊 一鍵如故啊 那順便呢 幫他顧一下這個車啊 我一直在想說 2019出廠 2020領牌的 凱門718嘛 當初有選配了什麼東西 當初有選跑車計時套件 這一定要選 懸吊 懸吊一定要選 要什麼盲點 盲點 對 觀眾應該覺得很瞎 為什麼盲點要選配 拜託 天底下是不是只有寶石節要選盲點 我那個也一樣 真的啊 那個枕頭上面logo都要選 這個彩色的這個 這個也要選 沒錯 彩色的要選 本來是黑白的 像水溝蓋一樣 對 明顯是logo 明顯的是黑白的 當初我其實是買線車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急性質 就是我比較不喜歡等 所以當初我一去看 就看有沒有合適的 差不多的 我就直接選了 所以當初這台其實是 寶石節原廠他選好了 我就直接買 那當初你怎麼會買這個車 當初其實也是資產分配的關係才買車的 我當初住在士林 就是一間實況屋 跟我幾個好朋友住在 租一個房子 大家一起開直播熱鬧 因為房租真的比較貴 房租4萬 那想說房租4萬 那跟小房貸差不多了 對 我想說乾脆跟房東買下來 那時候房東開價2600萬 對 在士林的 社子島那間 還不錯的房子 對 可是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叫沙根 他也住在 剛買在林口 對 那就好奇心 看他房子買怎樣 我就跟過來看 就一看不得了 唉唷 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滿舒服的 因為那時候林口那間房子 看下去是1700萬 哇 便宜了900萬 對 我就算得清清楚楚 900萬齁 400萬拿來買車 對 400萬拿來裝潢 對 100萬買家電家具 剛好 剛好 你剛剛講的那個單位 好像把1拿掉 對對對 1 我剛剛今天要講好像是3000塊 400塊 跟400塊的那種感覺 住台北不需要車子 因為想說林口需要常常通勤台北 哦 所以說林口就是配車 不是 重點是 好 好 你說買林口要車 你跑幾公里來 講給大家聽聽 現在五年跑 2萬5 你買了車你也沒開啊 計畫趕不上變化 我當初想說林口要通 要通車嘛 要通勤嘛 有一天早上8點 我要進台北拍攝一個廣告 拍一個影片 對 我想說 那個路程差不多40分鐘 對 我提早20分鐘出發 然後我7點出發 8點半才到 最好是來得及 我在林口交流到他媽塞了半個多小時 這什麼鬼地方 只要有人約台北 我都說 嗯 晚上10點半以後再約 嘿 那時候比較不會塞 所以你就變成搭車出門 對 所以都變成搭車出門 半夜出門 不然就有時候去搭積極 車子就變成在林口 龜山這邊 比較近的地方才開 林口的交通 變滿載車 林口的交通 是目前是真的還是 無解 稍微有一點混亂 對 如果需要上下班通勤的人 千萬不要來林口 搭到大眾交通工具可以啦 如果自己開車通勤的 哇 一年才開5000公里 對 而且喔 高水還要換車了 厲害了 還沒錯 所以現在又有資產可以分配了 因為戰隊解散了 這個會計年度又要到囉 我先帶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它這一台 這個2020年的凱門好不好 當初這個顏色蠻特別的喔 說灰不是灰 說綠不是綠 它當初有個名字叫什麼 金屬砂金綠 金屬砂金綠 當初的顏色是因為 線車你才選的對不對 對 線車才選擇 也覺得顏色喜歡啦 因為我不喜歡 你也喜歡這顏色嗎 不喜歡太高調 我當初目標其實想要看 深藍色或黑色 就比較暗色系的 然後後來發現 這台其實也很漂亮 也算暗色系 它晚上的自然光也很漂亮 而且它當初 因為是線車 所以它當初其實線車 就是這個輪圈對不對 沒有 輪框是改的 我覺得好像加了20萬 原本好像17吋改到19吋 它這台車賺到喔 它2020年的車 剛好是在疫情前 所以它買完之後 基本上就一直處於保值的狀態 確實 因為當時我有一個朋友 也跟著我一起買這台車 它當初好像買360 開了三年賣330 賺到 一年花10萬 它還在缺車的時候賣 對 它大概一兩年前賣掉的 等一下你可以自己心裡抓一個底 抓一個底 猜猜 現在剩多少 5年你這台車剩多少錢 OK 等一下來公布一下答案 好不好 觀眾朋友也可以猜一下 不過你這個碟盤已經呈現波浪狀 波浪狀 是因為我的駕駛技術的問題嗎 不是 這個就是 還是習慣不好 這個就是磨損嘛 你有常洗車嗎 熱車的時候 是 洗車也會這樣 熱車的時候洗車 對 因為就溫度高 直接用水下去 那很長欸 降溫 因為我都是開去 直接給人家洗啊 馬上就洗 要等冷卻啊 真的喔 對 要等冷卻啊 有這個煤槓嗎 對啊 你如果這個鐵很熱的時候 忽然 降溫鐵就會變形 原來喔 你覺得這台車有沒有什麼困擾的地方 或者是有什麼缺點 困擾的地方 你覺得這台車有什麼缺點 困擾的地方就是沒辦法載人 有時候朋友多 或者我爸媽來就沒辦法 就可能要載三個四個就載不了 爸媽就不行了 只能載一個 只能載梅亞 這不是就是為了載梅亞嗎 對啦 所以這是優點也是缺點 就是撇除掉保值不談 我覺得它是物超所值的 如果你再換下一台 還會再買兩人座嗎 不會 真的喔 你不會再考慮兩人座的喔 我可能會想要 買911可能2加2 就有時候真的 2加2的 有時候真的要載人的時候 還可以加減載一點 而且不只載人 有時候像我現在開飲料店 有時候我車子要幫忙送飲料 你開這個送飲料 沒辦法服務啊 有些朋友見面 見面都訂100杯的 你不輕鬆一下 我也很不好意思 各位好朋友 100杯以上有可能是保時捷輕鬆 跟新車一樣 你看裡面根本就是新車 你這直接放斬肩就好啦 放斬肩膠背 你這直接可以放斬肩 你看這個椅子 它人又瘦 所以它這個上下車的地方 完全都沒有磨損 然後中間那個反皮 擠皮的地方啊 完全都沒有任何的破損 或皺褶 還有方向盤 你根本也沒有到過吧 這個算很完整是不是 對啊非常的完整 這算9成新嗎 9成8 9成8喔 5年了還可以9成8 有沒有磨損 有啦可能這裡啦 你的鞋子可能常常會 常常磨到 對這裡會磨到 這個下車是真的考驗妖力 這個基本上幾乎已經可以放在斬肩 因為你在斬肩給人家上下車 看車也會磨到 這台車一定都連漆都沒考過 對啊完全沒動過 這台車有什麼需要估嗎 應該不用估了吧 直接拉到旁邊 就原價368萬帶走 這個合約拿出來 然後把它手硬張蓋蓋 就可以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前車廂跟後車廂 裡面有沒有藏什麼防身的武器 平常有沒有在做一些休閒活動 平常我都在打棒球 真的假的 真的 但是就是放棒球手套而已 沒有球棒 因為我想說今天要那個 給你檢查給你估車 我就把雜物有拿起來 喔你有拿起來 不然平常這裡都放棒球手套跟羽球拍 你有打羽球 對打羽球跟丟棒球 認真還假的 認真喔 我還以為真的是棒球隊的欸 沒有 這個按就按這個mark好不好 這個mark就是給你按的 就不會留下指紋 真的喔 那你當初為什麼沒有買其他的車款 會買凱門這個車款 當初其實也有在看賓士系列的 你也有看賓士的系列 對但賓士系列那時候 有看到一台好像是E300嗎 我就覺得那台是帥的 也是雙門的嗎 對雙門的 後來發現Joeman已經買了撞車 撞車不行 對而且想說賓士有一點 蠻多8加9在開的 誒 迴避一下 不能這樣講 有一些這個八年級生 九年級生 比較喜歡開 比較有益氣的八年級生跟九年級生 那時候還有去看M3 M3有開 對 他就覺得那個好像有點 那個引擎太兇了 引擎聲音不喜歡 你不喜歡太兇的喔 對啊 我喜歡這種溫和 紳士一點的 我覺得他的連整個開關門的 那個阻尼感都還在 喔 對 就是他好像真的很少 在開開關這個後車廂 這個應該是第10次 超過第10次 真的假的啦 V2沒在開啊 而且我買這台線車的時候 剛到不到一個禮拜 有緣遇到他就簽下來 丁特這老江湖 也會被業務的話術所迷惑 哈哈 特哥我跟你講這還是剛來啦 他怎麼被騙了 這個小姐今天才第一天上班 他家裡是媽媽 爸爸生病 弟弟也要學費 對 弟弟也要學費啦 媽媽生底部啦 他特哥也會信這種話 我對車子實在不懂 我是菜皮吧 來你發動一下 讓觀眾朋友聽一下 他的聲浪如何吧 有跑牌是不是 有 有跑牌 很兇欸 兇喔 你跟我說這家低調 那時候還有去看M3 那個引擎太兇了 引擎聲音不喜歡 我喜歡這種溫和 聲勢一點的 不過你平常應該不太會開 還是應該都會開 平常不會開跑牌 平常都不會開 關掉就 關掉之後就沒有了 關掉就比較正常 原廠其實就蠻大聲的 嗯 而且他這個有升降尾翼對不對 對 尾翼我記得是時速 80吧 80公里吧 嗯 他自己會升起來嘛 你要不要把他升起來看看 強勢升起來看看 有啊 有啊 好的好的 帥 這個車其實一直都很熱門 因為這個算是保時捷裡面 比較容易親近的一台車子 以二手來講 我們不要講其實新車也是 沒錯 就是算保時捷裡面比較容易 入門款 比較容易接受 而且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這個車走在路上 人家看起來還是一台 超跑 對 就是不像舊車 你有時候有一些車就是開起來就很老款 沒錯 很老式 對 現在梅亞很厲害了 你開一些二手的 都看得出來 賣款分歧的 老款的 你那個幾年 八年前 十年前的老二手車 這一款呢 到目前你開出去 因為它還沒有很大的改款 所以看到還會覺得是蠻新款的 要騙梅亞應該是都騙得過去 還可以 要騙泡 不是啊 要騙下去 那個跑步泡茶 都還是可以的啦 保值性上面我覺得都還不錯 因為新車券不貴 當初其實也才三百多萬 倒好好像四百萬 加輪光 其實也漲價了啦 其實它也漲價了 那時候原廠好像三百七 然後加輪光跟維士館 對 你選一選也好幾十萬去 然後加一加 我記得是四百萬左右 後來又漲價又更貴了 那當然二手又折一些回來 你自己覺得 你這台五年的車商 如果跟你收這個車 覺得會收多少錢呢 我覺得應該收兩百七左右 你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因為我朋友嘛 同一台兩年前賣三百三 不過不是車商 車商好像收三百一左右 現在我覺得可能成交價 差不多在兩百九 三百 對啊 車商利潤可能抓個二三十萬 好 我覺得兩百七車商應該是秒收 閉著眼睛都牽下來 好 那這個我要來跟特哥 公布我會多少錢跟他收 好 我來偷偷跟他講 兩百六十萬 臉色特變 好 高估了十萬 沒有 差不多啦 差不多 我們收大概在兩百六十萬左右 好不好 差不多 你們吃賺更兇就對了 沒有 這一台車 沒有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般以保時捷這個車 我們回去的利潤應該會抓在一層左右 一層喔 所以確實是賺二三十萬 二十萬到三十萬 其實二手車是這樣 風險越高 利潤會抓越高 確實 我覺得還不錯啦 你這個繼續開吧 不是啦 接下來再來跟丁特去喬一下 戰隊幾十萬贊助都沒差了 差這一點點錢 對不對 要不然就三百 我們先去喝個飲料量一下再說啦 剩下大概七七八八 喝一瓢 喝一瓢 平常日在排隊 所以是在排什麼 已經差不多排快兩個月了 是不是要來台北市讓我買一下 有啦 很快 應該十一月中 我隨便問一問耶 真的真的 真的假的啦 你看我們這條 這條我們有做過統計 這條有三十幾間飲料店 我剛剛一進來整條都是 這條根本就是飲料街 我們選在一級戰區X旗 這條是林口的什麼 復興北路 龜山區 長庚飲料街 你想得到的飲料店這邊都有 沒錯 你很難在這裡找不到飲料 對 好像沒有品牌飲料這邊沒有 台灣你這麼愛喝飲料 想說 如果這裡都打得贏 我們再進軍台北市 就沒有什麼好怕的 對 不是 沒有什麼好怕的 就是市場接受我們的口味 我們在服務 不是啊你當初怎麼會想要開飲料店 其實我自己就是一隻螞蟻 我超愛喝甜的 甜食啊飲料我都超愛 雖然你看我看起來瘦瘦的 但是我健檢很不健康 對 我好像聽說 對 所以我就想說 自己弄一個飲料 喝外面的你也不知道 他有沒有加化學的東西啊 有些有些飲料裡面 根本就沒有花沒有草 但是他有花香 那個都是化學體 你是不是弄一些什麼越南的那種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化學科技很多 自己喝的東西 自己弄的才安心 就是我們是確保一定沒有化學原料的 不過講真的啊 這一點我倒是蠻相信丁特的 憑他到外面去講別人 對不對 還是哪一天會人色崩壞會不會 應該是不會啦 應該是不會 我們的每一個啊 就是原料啊 不管是茶葉啊 或者一些配料 對 我們都是有SGS檢驗的 就是廠商每一樣都有檢驗 自己還會再偷偷送復驗的 丁特說這個我是還可以相信 再來第二個就是我有一個遠大的夢想 這幾年很常去東南亞旅遊 東南亞很需要一杯索搖衣 但路上都看不到啊 東南亞 對啊像去越南啊 泰國啊 路上那邊都超級熱 然後走在路上我都好想要來一杯索搖 可是都買不到 現在看歐洲都有珍珠奶茶了欸 對 東南亞好少 所以我希望可以擦到 擦齊東南亞 你現在零頭開一間 那你想到東南亞去了 就慢慢來 一步一腳步 我等一下來嘗試一下就知道了 不要吹噓這麼多 我好歹我也喝了二三十年了 對不對 我從輕鬆小站喝到現在 休閒小站吧 休閒小站 好 我們去試一下 特好喝到底好不好喝 你最愛的烏醣 對 我最愛的烏醣 我們這個茶房是用兩種 很好的烏龍茶葉 我們算引以為傲的一款原茶 招牌原茶 這就跟我每次去同行泡茶 他跟我說這一泡六千的那種感覺是一樣的 對 可以試試看 真的假的啦 可以試試看 等一下看到沒有 人沒道理先道 謝謝小吃 謝謝小吃 讚 特好喝一碗 第一個是順口 第二個是回甘 靠一下這一下就吸完了 不用做效果 後面還有兩杯 這個齁 在這種天氣 就是喝這個就好了 像我跟我老婆 我們出去 不管是不是去百貨公司 去茶店 我們只會點一種 就是純的茶 招牌的茶 例如到清新福全 我們就是點他的烏龍綠茶 天的名茶就是九一山 其實我們就是 就是茶王的 我們對標就是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茶王 對不對 因為像我啊 我是不喜歡喝水的 水沒味道 我糖尿病前期 所以我又不能喝它 所以這個呢 會讓我第一個解渴 第二個回甘 第三個呢 有茶的香味 喝了以後不會覺得舌頭啊 澀澀的 笑笑的 沒有錯 你很專業 這些都是我們 當初在選茶葉的 很重要的評斷標準 你會喝完嗎 我已經喝半杯 茶厚 茶王嗎 還有茶厚 茶王跟茶厚生下來會 我們茶厚是用 茶厚 這個熟成的烏龍 對 全發酵的烏龍 就有點像是那個 熟成牛肉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 發酵的比較久 所以它會一種果香 天然的果香 一一的 說到這樣 喝看看 喝看看 你就知道 這是烏龍茶 烏龍茶 為什麼喝起來會有像紅茶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有點果香 紅茶也是熟成的茶 對啊 但是全發酵 太屌了吧 這個烏龍茶喝起來 好像紅茶的感覺 但是沒有紅茶這麼的厚 厚重感 很類似什麼你知道嗎 很接近五厚紅茶 但是沒有五厚紅茶 那麼厚的感覺 等一下 這一杯多少錢 45元 那不用買五厚紅茶 對不對 這比五厚紅茶 應該對得起它的價格嗎 可以 我很想像這種發酵的這種 手茶 適合什麼你知道嗎 適合吃飽飯喝 因為感覺可以幫助消化 消化 對 這是真的啦 我以為你在講消化 真的啦 手茶可以幫助消化 就是我們店裡賣最好的 真的假的 厚潤奶 就是奶茶 厚潤奶 就是一般的奶茶 但是我們基底式套茶王 我跟你講現在奶這個東西很重要 店內有賣三種奶 三種奶 一種就是普通的 就是有餐奶精的奶茶 就是喝起來比較濃比較順 對 然後還有另一種就是鮮奶茶 鮮奶茶 鮮奶茶就是 我們真的用那個柳銀鮮奶 但那個喝起來會比較淡一點 所以你們這厚潤奶裡面是加什麼 是奶精的 是奶精 對 你看都講個輕輕紙紙 有沒有 對對對 這個奶味夠 一分糖 這一分糖 你這根本就 這就奶啊 對啊 所以我們奶類都賣得很好 如果你是喜歡喝奶味很濃的人 難怪你這賣最好啊 因為如果喜歡喝奶味 大家點奶茶就叫奶味重 對啊 這個喝起來就很爽 有些人喝奶茶 他是喜歡喝奶味重 有些人喝奶茶 他是喜歡喝茶味重的 對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喝奶味重的 就要喝厚潤的 厚潤奶 喜歡茶味重的就鮮奶茶 我喝的感覺是 我覺得是比茶味還要濃一點 這個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這個 一分 我喝這個我覺得要喝三分點 三分喔 因為你說你不喝糖 所以我們預設就是三分 那我覺得 很難選 如果要我喝 選第一名 我覺得 茶厚 對 我覺得以今天的天氣啦 這真的帶一點點水果香 而且一喝啊 你就會一直吸 這種天氣 我覺得五分鐘應該就可以吸完一杯 看表情就是 我看表情就是 喝茶厚是真的很享受 對 然後這一杯如果甜一點 再加一些料 我覺得也可以吸很快 我們奶類加仙草超好吃 對 然後再加上如果你是 肚子有點餓的狀態 我跟你講這一杯 應該也很快就掉 會飽 真的有飽足感 住在這邊的是一定可以來買看看 那如果之後呢 他有在台北市開店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看 真的覺得 還蠻香的 感謝感謝 感謝小師哥 你不嫌棄啦 接下來就看看 新特的時候有沒有機會 在我這個店裡面出現 好不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給我 非常感謝 敬請期待 拜拜 欸 我有在胖胖那天打過公子 真的 真的啦 以前這個叫泡沫紅茶 泡沫紅茶店 以前那個 台中 開始的 那時候春水堂還是 一間小店 在我隔壁 那時候春水堂還沒有什麼 現在連鎖店 真的喔 就在隔壁 跟我們打對台 喔 那看起來你是打輸了才來賣車 哈哈哈哈 我在設置公讀生而已 哈哈哈哈 這是老闆輸不是我輸 大哥沒有輸 大哥沒有輸 大哥輸了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法逸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retail 輸 possibility lingt 空 vad ubs 工 工 工